欢迎收看第652期武器大讲堂 近期俄乌战争的战场上 有一种反坦克武器备受关注 这款武器早在2003年的美军入侵伊拉克 和2006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场上 就有大量的战机 本期武器亮堂就根据实战表现 详细的分析这款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 俄罗斯反坦克武器 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 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 北约代号委AT14 由俄罗斯图来仪器设计制造局进行研制 研发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 由于第二代有限制导弹的反坦克武器 存在诸多的曲线性 再加上欧美国家有更加先进的反坦克导弹系统 可用于摧毁装有爆炸反应装甲的坦克 防御攻势以及小型目标 因此当年的军方需要更加先进的 信息化反坦克导弹 从而推荐了这款更加先进的 第三代反坦克导弹的研发历程 在1994年的10月首次公开亮相 并在1998年正式进入了俄罗斯军队服役 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 本身是一个木柜化的系统 可以安装在各种履带式和轮式车辆上 也可以作为独立的便携式系统使用 包括导弹主体发射器和发射架组程 导弹主体型号为9M133系列反坦克导弹 身份导弹的外观设计 基本上沿袭了苏联老式单兵反坦克制造导弹的外形 其长度尾1200毫米 直径尾152毫米 重量大约在27公斤 设计结构由前部的引信部 小型战斗部 弹体调整发动机 主战斗部 制导电子组线和初始推荐发动机组成 导弹头部设计有 碰战引信装置 前战斗部和一对可以折叠的气动前压翼 压翼通过一个正面间封的半开式 空气动力驱动口进行展开 压翼前部有一个设计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它就是前战斗部的方案 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 其战斗部有两个 采用前后串联的布局安装 前战斗部可以在接触坦克的爆炸反应装甲的时候 直接爆炸 从而直接引爆目标的爆炸性反应装甲 让后部的主战斗部产生杀伤射流 直接对付坦克的主体装甲 弹头往后是一台续航发动机 发动机喷口在弹体的侧面 这具发动机采用固体燃料 在导弹发售出来之后 通过侧面喷口调整导弹的飞行轨迹和持续的加速 可以将导弹持续加速到240米每秒的最大飞行速度 发动机往后是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的主战斗部 也是其作战的主要杀手锏 战斗部采用玩口型的安装 类似于RPG等等反坦克导弹作战部的爆炸药形状 这种设计可以让爆炸产生的射流 更有效的对付坦克装甲 具体的穿甲原理和杀伤演示 我们在6067铁拳系列 和5757RPG7反坦克武器的讲解的时候 都有做个详细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行查阅往期的内容 相对于RPG这种作用模式 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的战斗部 除了主战斗部之外 还有前面的战斗部 这种双串联的模式 在西方的反坦克导弹中也有采用 不同的是 西方采用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堆叠前后布局 俄罗斯的这款式 在中间中加了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 两个作战部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俄罗斯的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的战斗部 相比于西方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这个优势就是 第一个战斗部在引爆目标的反应装甲之后 第二个战斗部形成的融融射流 距离坦克装甲的距离更远 因而能带来更大的杀伤穿透效果 另外火箭发动机还可以充滩后面战斗部的防区外保护器 可以保护第二个装药 不会因为前部战斗部引爆而发生变形 进一步的保证主战斗部的杀伤能力 当然这个设计也有一定的隐患 那就是战斗部的爆炸射流和目标之间 因为发动机的设计会有更多的组件 存在引起射流变形 导致穿透力大大降低 引起无法击穿的问题 这就是概率的问题了 这些通过设计是可以降低概率的 根据官方的数据 其战斗部可以选择两种 分别是串联7000克爆破药的破甲弹头 和10000克TNT弹量的温压弹头 使用穿连破甲弹的时候 官方数据是可以击穿 1100到1200毫米厚度 由爆炸装甲保护的 等效军制钢桌架板 这也就意味着 配备破甲弹的短号防坦克导弹 如果是以90度射角 击中美军的M1A2 艾姆拉姆斯主弹坦克 德国的宝娃A5系列坦克 以色列的梅卡瓦系列坦克 和英国的挑战者系列坦克 基本上都能够实现杀伤效果 其作战毁杀效率 基本上能够达到 70%到80% 这也就意味着 摧毁上述型号的 每辆坦克的成本 是1到2枚导弹 其性价比可会是非常高了 而这个数据 在2003年 美军发起的伊拉克战争中 得到了验证 当时由美军王牌的 M1A2艾姆拉姆斯主弹坦克 被9M133短号防坦克导弹 直接击毁的案例 见一目验证了实战的可能性 当然破甲弹 也可以用于穿透 厚达3到365米的 混泥土防御攻势和建筑物 又为对付 隐藏在 掩体后面的有声力量 而升级的 9M133F1 则是配备了 瘟压弹的战斗部 可以在目标区域 产生大半径的爆炸 爆炸区域温度非常的高 并大量的消耗周边的氧气 可以穿到障碍物 勾局 通过枪眼 观察口等等 进行击杀目标 因此 这种瘟压弹战斗部版本的 短号防坦克导弹 在局部冲突中 进行建筑物 防御攻势 和超量炎体内的敌人 进行轻扫杀伤 是非常高效的 堪称是一款 战争死神一般的存在 在导弹的后部 是光接收器 和起飞发动机 以及控制围一系统 起飞发动机 主要作用是 把桶装导弹 推出发射桶 唯一在发射出弹桶之后 会自动展开 最后部 就是最重要的 红外光信号接收器 9M133 短号防坦克导弹制导部分 使用的是 激光束传感器 这个转感器 面向信号的发射方向 因此 无论目标前面 有任何红外干扰 那都完全不受影响 所以目标坦克的烟雾弹 和红外干扰弹的作用 基本上就微乎其微了 操作人员 只需要将瞄准距的 十字准线对准目标 导弹会自动自于 激光束轴上 并保持路径 直到击毁目标 再加上 导弹内部即可了 半自动控制系统 搭配激光束制导 能让短号导弹 在目标的正面投影中 实施直接攻击 而导弹本身的运行模式 是采用螺旋轨迹飞行的 从而进一步降低 被拦截的风险 堪称是一款几乎不受到 任何主动和被动光学干扰 影响的 现代反坦克武器 其发射装置和瞄准装置 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 有不同的方案 分别是木兵三角架模式的 9K-135导弹系统 集成在装甲车辆 和船舶上的 武器战模式 融合在炮塔上的炮塔模式 这三种部署方案 其最重要的装备是 1PN97-1热瞄准器 虽然形态不同 但是操作和工作原理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其三角架模式下的 1PN79-1热瞄准器 为导弹下方 观察口在三角架 圆台的最下方 这样可以让操作员 躲藏在掩体下面 进行瞄准发射 和持续的领导导弹 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 精准的领导导弹攻击目标 一般情况下 步兵操作模式 有两个人携带和操作 转移到设计位置 基本上5到1分钟 就可以目处完毕 进行发射 9M133短号防塔克导弹 在白天的时候射程为5.5公里 在夜晚使用夜视仪的时候 其射程为3.5到4.5公里 无论白天黑夜 其最小射程都是100米 还有升级的M版本 其最大射程可以增加到8到10公里 2012年推出的 9M1331M感情型号 也做了大量的升级 具备抗刚扰 和自动目标跟踪器的功能 基本上可以实现 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9M133短号系列防塔克导弹 其出口版本叫做 Connect-E 大量装备 希腊 印度等大量的国家 俄罗斯也大量的自用装备 在战场上面 战绩颇风 成立在伊拉克战争中 击毁美军的M1A2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在2006年 以离战争中 击毁了以色列的 梅卡瓦主战坦克 2017年1月 德国的世界报报导称 而随着如今的 俄乌战争局势发展 德国的鲍娃系列 以及美军的M1系列坦克 如果进入这个战场 那么这个场景 是否还会继续重演呢 答案就留给评论区的你们吧 本期武器辆堂到此结束 更多介绍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辆堂 长网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